那个使得北京的这个总体水平提高了这么一个一个因素 那么应该说北京现在那个羽毛球总体水平在情况来讲应该是领先的 而且现在打羽毛球的人现在就越来越多 那么现在双方交换场地 决胜决 现在在日本队领先 那么现在北京市呢 每年都举行很多种的那种各种业余比赛 应该说比专业的比赛有时候觉得还会还多 基本上每个月都有些赛事 那么参加的人呢 有业余的也有些专业的 那么他分了很多的层次来比赛 那么得到了打架非常非常高 那个欢迎啊和喜爱 双方比赛继续进行 那么换边以后 日本队发球 今天领境 11比8 这个球砸线了 日本队判断失误了 今天点净对球以为他也是以为要出边线 结果球没有出 日本队得分12比9 另外呢 还有就刚才谈到这个北京这个业余赛事 因为北京还有一个优势呢 就是他是国家队集训在北京 那么有时候呢 国家队的一些队员呢 还能够到一些比赛的羽毛球场馆啊 现场做一些指导 所以北京球迷的这种条件得天独厚 那么是许多外省市羽毛球爱好者呢 非常羡慕的一个一个使劲 防守没有到位 球杀的有点靠近胸的位置 你们杀到这个位置时候 防守还是比较困难的 那么夜下这个这种位置 一般的讲这个杀的比较凋的 十个特勒来发球 十比十三 杀的 德国队队队员身上 乔本不且呢 挥手势力表示歉意 因为羽毛球比赛有时候是 打的那种程度 他是不说故意 他是说不住 平平平点进来发球 四季 十五比十 那么日本队中局这款打的还是不错 十一比十 十一比十五 十二比十五 德国队友追回一分 十六比十二 十二比十五 一发抢的还是比较凶 所以为什么说这个 羽毛球这个双打发结发 非常关键呢 如果发结发这个环节做不好的话 那么起来球就非常被动 还是要抢在前头 滚网 这个回合打得非常精彩 德国队这球 打得有点着急 也是一个机会球 我应该说来打向往了 那么第三局呢 日本队形势还是比较不错的 那么 日本队如果这局获胜的话呢 他们将淘汰 德国队 虽然后面两场比赛还要继续打 那么德国队呢 又是连输两场 那么他肯定会被淘汰出局 球出界 17比13 13比17 这个强非常好 18比13 14比18 高球队 从眼前只能贴回 紫禁锁 应该可以贴回 那我4个3 比输了 说 牧尔 能够克莱发球 15比18 二截发球 日本队19分 还有2分 可以拿下这场比赛 15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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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日本队21比15 取得了第三局比赛的胜利 那么日本队现在已经是3比0 取得了胜利 那么按照小组赛的规定 后面还要打女子单打和女子双打 请大家稍事休息 那么一会儿呢 再继续观看女子单打的比赛 是由广来熔利子对深刻